大家OK 好 是 在這裏都想交代一下我和羅永聰議員 在那個財政預算案的審議裏面行事的方向 首先講我先 第一我是會反對這個預算案的 因為這個預算案是沒有就著我認為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目前投放在基建的開支是過大 令到我們很多應該提升的公共服務 包括醫療 福利是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我們應該提出解開這個基建的結 包括土地的出售方面 不應該再這樣大規模去把這些地賣給地產商 為了去填基建這個堂 至於 好了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有很多記者朋友就很關心 到底我會不會參與拉布 那我就其實希望大家都會明白 拉布這個字呢 在現在這個財政預算案審議裏面 其實它沒有什麽重要意義的 就是說其實在現在這個規矩底下 主席是會在他認為要去展報的時間呢 他就會停止這個辯論的了 那所以呢 我不會說我現在要參與一個拉布 我會說我是會 第一就是如果有其他同事他的修正案呢 是重要的 那我會積極去發言 第二呢就是我是有預備了一些修正案的 但是那個量不多的 講的可能是幾十個這樣 而這些修正案呢 我是希望在裏面去找到一些機會 是通過到的 那這個當然是涉及一個遊說的過程 那所以大概的方向就是 會有修正案 但是那個數量不是你們那個概念底下的很多 第二就是會積極去就住修正案去發言 那我就大概這個做法的 我的我針對著裁正預算案的立場 都跟詹迪議員差不多 那我都是反對這次裁正預算案 那那個原因是因為見到這個裁正預算案 都是相當之保守的 因巡也都是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沒有任何跡象 是顯示政府是很積極的 是嘗試解決著現在的一些很深層次的問題 比如說墳虎原樹啊 官商香黑的問題啊 或者是高樓價的問題 那所以在這次裁正預算案呢 我都會入雙位數字的修正案的 那也都是會在所有 我認為政府在財金觀念啊 或者是現在政策上面做得不完善的地方 都是會積極發言的 不參與拉布的人 是否覺得作用是不大 我覺得大家是 首先第一件事都要理解 就是我們兩個都是會積極發言的 那你都一定會見到我們在裁正預算案 所有我們會有興趣 還有覺得政府做得不好的地方 都是會發言的 那至於說是不是拉布 那假如你認為所有的積極發言都是拉布 那可能 市民自己會心裏有八尺 那但是都必須要重新 就是我們所有的發言 都是代表我們的理念 都會講得很清楚 我們為什麼會支持或者反對呢 我就說 就是如果大家說 我這樣說就等於我不參與拉布呢 我是不同意的 那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是想大家想一想 到底我們還去將現在的裁正預算案審議 是定義為一個拉布 到底這個說法還是沒有意思呢 我覺得是沒有意思的了 那但是裁正預算案審議 是不是就不去參與呢 那一定不是啦 那但是那個參與 第一就是說我們怎麼可以找到 一個積極的方法去參與 那第二呢就是 其實我今早的發言呢 我想我們這一屆的議員呢 是希望尋頭更多的渠道 去為立法會去增加我們可以審議政府的 公共開支的能力的或者權力的 而這個如果說是一個戰爭的話 這個戰場就不僅是在裁正預算案這個環節 或者我可以這樣說已經不是主要在裁正預算案這段期間去做 反而我們是拉闊一點 譬如說在財務委員會的審議 或者其實譬如說針對著我很關心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呢 其實它是涉及在其他的立法會的大會的會議裡面去提出一個新的決議案 這個也不是說今次這個財政預算案的審議裡面就可以做到 但希望大家會明白我們是想帶來一個制度性的改變 軍錢那方面 同時間長毛他在今屆裡面的做法 其實我們是會支持他的 我們是會參與在他的修正案裡面的發言 如果我們看到我們有說話的空間和我們說的話是重要的話 所以到底但是我們很希望公眾或者建制派 或者我們所有同事都不要再用拉布這個很簡化的講法去想 我們在議會裡面其實是很多層次的一種角力 延長的一個說法就是用這些延長的時間方式去吸引 去增加全民區的保障 這一種延長的不知手法的成果不斷的作用很大 進發射想精明發行的 我就說延長的作用很明顯是因為他會有新的援應方法 主席那方面 所以他的力量是會 如果只有一個人的話當然會減少 當然長毛他之前那幾年的說法就是 所有人都參加就可以了 不用我一個人這麼辛苦了 我的態度就是我們在現在他的規則底下 我們不會覺得單憑一個這樣的延長的做法就可以成功 那要怎樣才會成功呢 我覺得我們是要有多方面的開一些不同的戰線 無論是小的改動也好大改動也好 我們都會盡量找這些洞去做 而同時間其實都是需要爭取不單止民主派的 是建制派的同事的支持 我們要他們支持 其實我想建制派同事支持什麼呢 就是支持我們立法會 不要整體來說那麽鵬鎮和那麽廢 是我們做一個不要做人大 就做一個有真正財政審議權力的一個議會 那你都有份的嘛 大家都有份 就是我希望這件事是向這個方向走的 因為我相信唯有向這個方向走呢 其實我們才有得和政府 在更加多公共財政問題上可以討價還價 如果你說單一招在這次財政預算案 你說我去到六月 然後它就沒有了臨時付款 就花了錢 所以它就會崩潰了 我覺得單一招要做到這個效果 其實是很難很難 基本上是現在這個前面的下是不行的 那怎樣才行呢 所以我想就要多些的 剛才我所講的形式出現到才有可能 那麼一心 還有就是 就是 就是 最主要延長會議的方法 其實我講最有效的就是 就是人數 那除了積極發言之後 會不會參與積極人數 第二個問題就是 就是有些收績網領 希望能夠通過 在延長會通過 你覺得你是哪一個收績網領 哪一個方法沒有收績網領 就是你到底有需要 第一就是點人數 就是 整天都會點的 那就是 有需要就點了 那第二就是說 譬如哪一類的呢 那譬如說 我理解陳志全議員有個修正案 是關於那個BCA的 那我覺得我們要找到這些地方 就是說 大家都是 跨黨派有共識的 跟著呢 它是涉及減錢的 第三呢就是 我們要遊說的就是 喂 不如 我們 在這些地方 真的試一下 做場好戲吧 那我自己覺得 在社會裡面 是有 除了BCA之外 都有其他的議題 是有同樣的社會共識的 譬如我舉一個例子 都是教育的 就是 現在我們的大學的 資助的資源呢 很多時候都是 拿了 越來越多的國內的學生 去用了這些資源的 那這個其實都是跨黨派的共識 就是覺得我們的教育資源 是不恰當的去用了的 那這些 這個問題上面的修正案 我都覺得我們值得去爭取一下 不同黨派的支持的 那大概的方向是這樣的 那我其實都希望 我想我們不同的同事 大家都想 可能十條也好 八條也好 大家都想一下這些方向 就不要 就是覺得好像什麼都做不到 或者一做修正案 就是拉布 就是要破 就是要崩潰那個事情 這樣 我覺得我們還有很多空間 在裡面去發揮 其實現在提出的修正案具體 會是一些什麼的方向 或者是一些什麼的方向 你其實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想減少公司 管理人工或者是 某些具體部門開支 這什麼政策 其實現在還在寫著 那有不同的範疇 都是過去一直在關注 譬如教育 或者是一些發展項目 我們現在都還在寫著 那今天裡面就要全交了 這次就會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方向 我的同事還在寫著迪士尼的37A 因為今天是37A到期 搞完這個之後就會搞修正案 應該主要都是教育和發展的兩個環節多些 我會說這不是很好的方法 但是我會說這不是很好的方法 我會說這不是很好的方法 我會說這不是很好的方法 我會說我們需要改善的方法 如果我們想要更多力 我們會提供我們的法律 選擇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提供公司的方法 我們會提供公司的方法 我們會提供公司的一筆版權 請公司的方法 我們會提供公司的方法 and for our own amendment I think we will focus on those issues that have certain consensus in the society for example there are general public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gives too much resources for mainland students in Hong Kong universities that may be consensus that we can build on and ask more than 35 legislators to support this particular amendment I think this is a very difficult thing to d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difficult thing to do 看看我們有什麽修正案寫 因為我們有很多關注的議題 有些可能得到關港拜支持 但有些是注定很難的 但那些我們依然會入 最重要的是我們是 真是一路關注的議題 我們對整個預算案 是有很大質疑的一些位置 我們就會提出修正案 我希望是這樣 我希望我的修正案 是大家看得明白 或者會理解得 多一些的 所以它會令到我們的量 沒有辦法很多 至於你說是不是 如果我提30條 30條都要去逐條去遊說 可能就比較難 但可能都會在當中 找一兩個重點的題目 這樣我們希望找到一些 可以不同黨派的共識 大概這樣想 好,謝謝 謝謝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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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